我還希望大家可以陪我一起做這個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在他的七七四九天內回向給他 然後希望他收到這些好的能量好的回向 然後可以對他的輪迴更有幫助 這邊你們可以看一下這是小哥的照片 然後希望大家一起看著這邊跟我唸一下 南無阿彌陀佛 謝謝你們 小哥是我以前跟某一位男朋友一起養的狗狗 那一陣子我就突然有衝動很像養狗狗 上網找了養 他就看到怎麼會中途之下有這麼可愛的狗狗 是一個貴丁狗耶 然後那時候他一來的時候 我在傻眼 超醜 真的超醜 他下巴是黑的 淚溝兩條超深 皮膚都是一點一點 好像皮膚病那樣 我想說認真這個狗 跟照片上的有點圖文不符耶 那時候中途媽媽就說 如果你沒有很喜歡的話 沒關係那我可以幫他找下一個人家 結果當我們在猶豫的時候 小哥超聰明 我那時候睡床上 他就直接這樣蹦蹦蹦蹦跳上來之後 頭面向我 躺在我懷裡 叫你留他下來 超扯的 什麼狗會這樣 我被他那個直接磨爆耶 之後我就心軟了 把他留下來 留下來的那段過程 很艱辛 因為他畢竟從上一個家被拋棄 所以他心中會有一些不安全感 所以小哥他剛開始的時候很會咬人 我媽看到狗的時候真的很驚愧 說 你又再帶一隻來給我找麻煩 他很氣 但是他還是覺得這個狗很神奇 怎麼可以這麼活蹦亂跳 你們看了就知道 他到底是 多麼個精神小夥 而且他超吵 他很會表達自己的意見 他這就是要人家抱 對嗎 他就是要人家抱他 拜託抱我 求你抱我 抱我 大概就這樣 你看看我做這樣 他可以這樣 體力很好欸 他平常就是這樣子 我說他就是這樣子 躺在我的懷裡 你看 超可愛 還翻面 走 走 不走 走啦 走出去了 他都會回 你有聽到 他可能說 等不活啦 白癡喔 講幾次 聽不懂喔 我好 你看 開心 你是完全不愛我了 是不是 沒有愛了 你有發現我走路那個 千神是完全直的嗎 就是 是我被遛 不是我們在遛他 你是不是好可愛咧 我不是在講話 這是你嗎 對啊 阿咪看一下啦 是不是很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在哪裡 對不對 很可愛在哪裡 跟他講很可愛 就會一直跟我撒嬌 然後屁股超可愛 屁股超可愛 他屁股就要彈了 小屁股 小屁股 幹嘛 他覺得我會這樣彈屁股 一直彈啊 很可愛 讓他打 看超大的 他最喜歡在車上這樣子兜風 真的是有在看路嗎 我真的就不覺得他看得到耶 你看這樣 你看這樣 臉都變形了吧 眼睛有在睜開嗎 喔對 搬個家 他一直這樣 那個小屁股 要瘋了 就像這樣子 這麼活蹦亂跳的 跟摩托哥 我媽五天左右 真的是折磨耶 他太喜歡發表自己的意見了 但是有一天 他就 不太吃東西 然後過了幾天之後 我們大家去看醫生 才發現他 已經是腎臟病默契 好 這腎臟病其實是 貓咪跟狗狗都非常容易得到的疾病 就是他吃的東西可能 過癬 或是身體累積的負擔太大 腎臟病沒辦法運作的時候 就會容易得腎臟病 所以當你今天 發現你家狗 一天不吃不喝 你其實要馬上 大家去看醫生 不能拖到兩天三天 你不能覺得 喔他可能胃口不好 還是怎樣 他有可能已經是 急性腎臟病 沒有及時治療 他就變成慢性腎臟病 慢性腎臟病就會分成 一期二期三期 然後等我們真的 發現的時候 他是 末期了 然後 那一刻 那一天醫生會跟我們說 如果他現在是末期的剛才 開始的話 那他就是 最多就是 只能再活半年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每一天散步 都會必經的 東普國小 你知道這個國小 超大 他這麼小的一隻狗狗 可以走這整個國小 外圍五到六圈 他都不會累 真的是快把我跟我媽累死 但醫生說 他的各項檢測數據 依照正常的狗狗來講 通常已經貪卵在家裡了 但我們家的小哥 他每一天都還是要散步 每天都還是想要出門 所以我真的覺得蠻 蠻神奇的吧 通常腎臟病末期 最後就是不吃不喝 尿毒會嚴重影響到他的身體 甚至是腦神經 導致他不想吃東西 即使他餓了 他吃進去他也會吐出來 到最後他身體其他器官也跟著衰竭之後 身體會小抽筋 像癲癇那樣子 最嚴重的話 就可能這邊是頭這邊是尾巴 會整個在煩熬 然後眼睛會爆出來 抽完之後又好了 他又繼續延續他的生命 然後之後又抽 就是這樣子一直反覆 哪一次他的心臟可能受不了 他就會抽筋到過世 我跟我媽其實也是討論說怎麼辦 那我們要讓他安樂死嗎 但是因為我們就是卡在說 你知道你不是他 你沒有辦法幫他決定他的生命 他也是我們家人 我們真的會超級捨不得 還有他每一天都還可以散步 他有時候還會突然走得很快 你就覺得就是他想活著 他想要陪我們 後面的時候他的情況 越來越差 直到過世的前一天 那天晚上 你小哥他一直不說 他一直叫我抱他 然後我就這樣子跟他這樣抱著睡 在更深夜的時候 他就跑到我媽的腳這邊 窩著一直靠著我媽 他平常都會跟我媽分比較開一點點睡 然後直到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媽換把我叫醒 就說你看他這樣 他這樣是正常的嗎 上吊源 斜上雞 抽筋 在那邊一直動一直動 我就在旁邊一直跟他講說 不管怎麼樣 你要記得就是我是最愛你 就希望他可以加油 他是抽了20分鐘 然後等到他抽筋回來了 然後我們就趕快 帶他去看醫生 然後再帶他出去的過程 我媽就跟我提了最後一次 今天去看醫生 直接問他明天可不可以幫小哥安樂死 因為我媽覺得 他承受的痛苦夠了 即便他是沒有愛好 他沒有這樣這個犯折 但我媽就覺得夠了 我就跟我媽說好 然後我們兩個就很沮喪 然後帶著小哥去醫院 結果 結果 你知道我們在車程上 路途中 他就突然有一個 探氣的聲音 他在車程中 就 過世了 他就走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 他好像真的在等我們準備接受 沒有他的日子了 所以他就決定 離開了 這一點 這一點也是很緊 有聽到姑婆叫你嗎 沒事了齁 不痛了齁 不痛了齁 你可以愛你的家人 可以愛你的朋友 可以愛你的情人 可是寵物 狗狗 這一輩子愛的人 就只有你一個 身為一個養狗狗的人 就是有時候 你真的很忙的時候 你會覺得 好煩喔 今天要去散步 好煩喔 但其實 失去的那一刻 你就會覺得真的不煩 真的不煩 如果我真的可以飆 我看真的可以把一些工作的時間排開 多陪他相處幾天 多陪他走幾天 多好 多好 你知道嗎 所以真的我覺得要很珍惜的珍惜 跟自己的寵物相處的每一個時間 謝謝你 我在哭是因為 有一點點是要得你離開 但只有一點點而已 所以你還是要離開 你要去旅遊 嗯 吃一下 我的日子也愛你 可以 嗯 知道嗎 因為我愛你 你就是蹦蹦跳跳 嗯 謝謝 我們跟著 走啦 走啦 我要來囉 要趕快跑 趕快離開 趕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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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跑 快點跑 趕快點跑 i go 快點跑 i go 運到一蝶便 前nenガラ 好,好,謝謝了 有滿囉 小姐,哎呀呀 乖乖喔 在這邊聽佛金囉 交朋友 阿姑婆回去囉 好,起走 你知道剛開始 小哥剛開始過世的時候 我其實超難過 就是面對親人啊 或是毛小孩的事情很負面的原因是因為 我想到他陪我經歷了什麼東西 他陪我經歷了很多重大創造 現在還是會想到那些時刻 會想要摸那個小哥 會想到他跟我們撒嬌 真的是沒有看過這麼撒嬌的狗 太可愛了 太神奇了 能遇到他我覺得很幸福啊 小哥過世之後其實 我跟我媽是當下非常手足一觸 但因為我們剛好在獸醫院裡面 就是醫生確認他心跳已經停止之後 就是他幫我們聯繫了寵物的傷葬園區 然後跟安排隔天傷葬的時間 然後也給我們滿多心靈上的安慰 對,就是你知道當下真的會非常需要 有人告訴我們現在該怎麼做 因為當下情緒其實真的是滿崩潰的 那我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寵物過世之後你們應該要怎麼做 當然不是說把它放在垃圾袋裡面 直接丟掉那種葬 這樣不行 只要記得這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你要把它葬在高處 比如說高山上 再來就是要人煙稀少的地方 不要有太多的人事物去干擾它的靈體 那我自己是確認說我們要去的火葬場 它在萬里高山上 很多的寵物傷葬園區其實都是在萬里那邊 對,然後我就有確認那邊的場地之後 就覺得OK,那沒什麼問題 那至於說寵物要怎麼葬 到底是要幫它用靈骨塔嗎? 還是樹葬花葬各種方式要做法事嗎? 其實真的就是你們覺得怎麼樣的方式最適合的 就用什麼樣的方式就好了 因為肉體跟靈體它已經分開了 你們現在在幫它處理的 只是它在世的一個軀殼 那我們最後選擇的方式 就想要讓它回歸自然 所以我們最後選擇的是花撒 這是我跟我媽媽最後的決定 讓它回歸成土這樣子 所以其實只要記住人煙稀少高處 什麼葬都可以 但是切記切記寵物的骨灰 讓它幫你做成項鍊、熟煉 然後讓你佩戴才可以思念它 千萬不要 其實以宗教或是靈性上來說 不要把它鬼發身上 這樣它會捨不得離開你 它會知道你在掛念它 那它要怎麼去輪迴 它要怎麼去往它下儀式去走 就只要記得這幾個重點 其實你要怎麼去安葬你們家的寶貝 其實都可以的 再來是七七四十九天內 你可以幫它祈福回向 因為寵物通常大部分的寵物都是以佛道的方式處理 所以我是以這一塊去講 你可以幫它手抄經文 四十九天內每天抄一句經文 然後祈福回向給它 也可以自己唸出來 所以我今天拍這支影片 除了想要紀念我跟小哥的回憶之外 我還希望大家可以陪我一起做這個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在它的七七四十九天內回向給它 然後希望它收到這些好的能量好的回向 然後可以對它的輪迴更有幫助 這邊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小哥的照片 然後希望大家一起看著這邊跟我唸一下 南無阿彌陀佛 謝謝你們 然後也希望它未來的日子就是 非常順利 每天開開心心的 也不是沒有人要的狗狗 我媽媽跟姑婆是永遠最愛你的 我的天啊 我真的 真的是很想我 就這樣 然後希望大家都會盯養代替購買 盯養的狗狗也可以把它養得很可愛 好 蛤 公司洗澡算是配合度很高的狗狗 可是他洗好了 他就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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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跳他們挖肘了 我一直笑一笑 累 姐姐照顧得非常好 变胖了 然后变得很亲人 变得比较可爱 好感动 其实是在手带你了 对不对 好 我们走吧 拜